大家好 我是超豪蟹 Warframe這款遊戲大概在2013年的時候上市 而我自己入坑的時候大概是2016年左右 現在已經六年過去了 對於很多新手來說 我們真的是那個可以坐在搖搖椅上面 講出一段精彩故事的老人了 那我們今天就來聊聊那些年 我們一起使用的版本解答吧 我第一把想講的不是多強大的武器 而是陪伴大多數玩家度過新手期的善良之槍 大彈甲與高射速的特性 即使完全裸裝上陣也有一定的殺傷力 那就是裸釘步槍了 按住滑鼠左鍵就可以發出叮叮聲 並看著發射出來的釘子往敵人臉上砸 但隨著敵人等級越來越高 這把槍也慢慢的被丟起 取而代這是那顆飛頭做出來的散彈 哈哈哈 海客可以說是在新手期 就能做出來非常暴力的一把槍啊 尻下去問題就解決一半 說真的你要把這把武器 直接玩完整個遊戲都是沒什麼問題的 大概最大的問題就是只能尻4次 所以有些人會選擇彈夾較大 但傷害較低的勇氣海客 稍微練練等級 讓你的武器增加一些容量吧 不過說到練等 大家會想去哪裡練呢 當年練等最火紅的地圖 就一定要提及 系神性的AKK 因為地圖特性的關係 你可以站在這個貨櫃上面 而不會有任何敵人找到你 然後你就朝著你的棺材 一直射擊就可以了 要拿什麼武器射是一種小吻啊 當年還沒有這麼多花俏的東西 因此最常見的就是征服流砲或是撒謊 不過最常見的殺傷力也最強的 就是我們的輸易重力擬成槍了 因為他特殊的傷害計算方式 這把槍成為第一把可以打出整數異位的武器 也就是大家口耳相傳的-21E 不過在一般情況下你很難打出這個數字啦 但是也夠猛了 順便炸了許多人的顯卡 因為射出來的重力球會互相融合造成傷害 所以也有非常多人搭配Murage來做輸出 直到某一次第一削弱了重力擬成槍的效果 加上AKK的貨櫃被改位置 導致敵人可以搜索到你 AKK不再那麼友善之後 加上賽防的崛起 也就慢慢沒落了 那平常要拿什麼武器打人呢 如果你在當時去看路上的人 大概三個人裡面會有一個人在轉 你實在不知道轉起來到底有什麼好處 直到你跟著他們一起轉 齁齁齁齁 你也加入他們了 俗稱小指破壞者的滑砍類武器 終極羅丁拐刃 在滑砍時造成大範圍傷害 搭配自殘突擊 就差不多是那個年代的布拉瑪一樣誇張了 而當時的追隨者還沒有被併入剛刃之路 因此自殘突擊並不是一個好取得的MOD 在終極羅丁拐刃勢如破竹的情況下 也一併炒高了自殘突擊的價格 一張五六百塊都是很基本的 有些人因此致富 也有些人賠爛 因為終極羅丁拐刃的範圍傷害 跟重力擬成槍的特殊效果 在同一個更新之後被砍 也就跟著一起沒落了 氣到想尻槍嗎 那你一定要試試這把 一拉一放的猛虎Prime 可以說是在當年最暴力的武器之一 因為當年的狀態觸發公司計算特性 會導致觸發機率在接近100%的時候 散彈槍連帶所有的彈片觸發機率接近100% 造成傷害會指數性的成長 第一甚至有在一起開發者實況裡面 花了一點時間來解釋這個現象 而可憐的猛虎就因為這個非初衷設計 也就跟著一起下去了 其實現在回頭來看 這些大部分的武器 都還是有相當的殺傷力 我做偉大計畫的目的 其實也是要為了證明這一點 在現行版本中沒有不能玩的武器 只有不會配的玩家而已 隨後在和平者之盼 新的善良之槍又出現了 超大的彈匣容量 你幾乎可以把滑鼠左鍵黏起來 然後只靠移動你的視角來殺怪 一個尼斯王魂給了守殘檔 一段愉快的遊戲體驗 即便到現在都是 在一個轉眼我退坑的那段時間 Warframe推出了刺毒巫妖系統 可以把敵人和自己炸翻的弓 成為新的加入不小的核彈 刺毒不拉嘛 只不過要小心 因為智商機制還在 所以就先別往自己腳底下砸 要等到2020年的3月左右更新 把智商換成凡人的硬直 並把不拉瑪的總彈藥量 從15削減成5 並把分裂的彈頭進行更改之後 才有稍微的抑制力道 官方說他們不希望玩家 是毫無目的的隨機轟炸 而是有意識的朝著 看得到的目標進行射擊 雖然彈藥轉換可以補足 大部分時間缺彈的問題 但倘若你想要像以前一樣 隨便亂炸 那一定還是會缺啊 所以才會衍生出18發彈藥的布拉瑪配置 強制將其拉回改版前 順帶一提 雖然我已經為這個方法 特別拍了一支影片來介紹 但還是有人一直會問 彈骨加搬運者加主要無情 你大概就不會缺彈藥了 接著就是大家一定也會忍手一把的 欸欸欸欸你到底是刀還是槍啊 鬼炸鋒刃 在C族傳見地形改版的時候 一併加入伺服器 這應該也是目前為止 在沒有任何BUFF的情況下 單發可以打出最高傷害的武器了 同時也是許多玩家 在近戰武器限定時的好夥伴 又是過了幾個版本 刺毒武器幾乎成了版本解答 裡面沒有玩不起來的武器 等一下預言者你還是要先等一下 教條系列與新的刺弩武器 加上自傷機制被砍 而翻滾機制又這麼好迴避 爆炸類武器的勢力已經無人可擋 打不贏就加入他們吧 教條死劫與刺毒沙皇 成為新的霸主 同時沒有布拉瑪的低彈藥限制 但那個田裝神你就最好自己投一下 而新戰也推出了新的傷害溢出 非常嚴重的圓滅 即便你不會配卡 尻下去也是有幾十萬的傷害 到底是武器平衡祭司已經不幹了 還是根本就沒有武器平衡祭司呢 時隔多個月直到現在 雜人們的天使改版 每一把都是殺人如千奶油的利器 那個花灑頭根本就是做壞掉了 其實如果這樣看下來 你會發現近期改版的武器 越來越傾向大範圍傷害 但也有新的趨勢 刺毒無妖與教條姐妹的 明顯是第一在測試 武器與遊戲內機制結合的新玩法 而硬桿武器則是他們在實驗的新機制 讓部分的客製化使武器有更多花樣 雖然明治人都知道應該要選哪一個 從以前的武器慢慢列出來直到現在 伴隨而來的是滿滿的回憶 不管是當初推坑的好朋友 一起推八人結果有人炸車 往敵人發射火箭炮結果把自己炸死 到現在往腳底下發核彈 而你不為所動 一個個都充滿了各種純樸與快樂的回憶 你喜愛的武器有在上面嗎 還是你跟什麼特別的武器 有什麼特別的淵源呢 都歡迎在影片留言區分享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謝謝各位收看 我們下次再會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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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